于过往中穿行,品人生之百味 你好,我是行男,您的私人电影导游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经典的传说故事 青蛇 因为和传统意义上的白蛇传不一样 随我们要从法海降起 年纪轻轻便法力高深的法海 这天遇见了一只幻化成人形的妖精 尽管妖精苦苦哀求 说自己是听佛经而被点化的 但法海还是固执地认定 随如妖精都是坏的 然后废掉了他两百年的修为 将他打回原形并镇压起来 但随后他从妖精随身带的佛珠上夺知 那可能真的是一只有佛缘的妖精 他很可能收错了妖 心高气傲的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过错 但心烦意乱之下来到紫竹林 看到了一个临产的女人 还有两只为女人挡羽的蛇精 因为刚刚才犯过错 加上两只妖精却实在行善 所以他放过了姐妹二妖 但在看到少父同体时 也无一心在他心中种下了心魔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两姐妹终于修炼出了人形 向往红尘人士的他们来到这座小镇 姐姐因为有千年修为 所以更能体悟人间的真情实感 而小青因为修行不足 所以很难理解什么叫七行六欲 什么又叫做爱情 她就像一个未经尘世的少女 带着一些没有驯化的野心 姐姐很快看中了一个老实人 她叫许仙 是个教书先生 当小青问到为什么会选择她的时候 姐姐说因为这人老实 或许对于不知情为何物的小青来说 很难告诉她什么叫一见钟情 姐姐施法降雨 然后让许仙坐上了她的船 只会读书的正经人 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这样的女子 很快她就心房失手 彻底的沦陷了 小青看着恩爱的两人 却很难感同身受 于是便学着姐姐的样子 去和许仙相处 哪怕是在许仙看来 无疑是赤裸裸的勾引 姐姐知道小青本性单纯 也不以为意 后来城中发生水灾 两姐妹施法足道 刚好碰到赶来的法海 这儿法海觉得 当年放过两人是正确的 在得到法海的肯定后 两人又开始行善治病 在这座城中博取了不小的名气 百姓们无不感恩戴德 夹在两姐妹间的许仙 很快就无心交出 恨不得这般溺死在温柔箱中 可这天她无意间看到 嬉嬉的姐妹俩露出了蛇尾 因此吓得惊慌失作逃出家中 失魂落魄地在街上游荡 最后把寻慌酒喝干 催倒在码头上 尽管事后姐姐跟她说 她所看到的只是晾晒的纱布 可是许仙并没有信 而小青因为不会说谎 所以把场面一度弄得很尴尬 这让她知道了 撒谎也是一门学问 因为明天是5月5冬午节 家家都要喝熊黄酒 所以姐姐劝小青离开这里 别因此陷了原刑 而最前的小青只是认为 姐姐嫌弃她待在这里 会影响他们夫妻二人相处 所以在赶她走 于是她躲在荷花池中死活不走 冬午节这晚 姐姐想要打消许仙的顾虑 所以当着她的面喝下了两杯熊黄酒 想用妇媚的罪态 驱散许仙心中的阴霾 而许仙却因为怕熊黄酒对姐姐有伤害 所以把酒偷偷倒进了荷花池中 这让秀微不够的小青现了原刑 把许仙活生生的吓死了 为了救许仙 姐姐不得不透南极线崩的灵芝 不想一个人回到紫竹林的小青紧随其后 因为两人用法力在天上赶路 引来了发海的注意 于是也跟了上来 姐姐冒险取走灵芝后 面对追击的仙鹤和伐海 小青毅然决定留下断后 这正中伐海下怀 她因为上次紫竹林的事 一直被心魔所困 所以她想借小青的魅惑 考验自己的定力 以此破除色欲这个心魔 在小青施展浑身解数之后 伐海终究还是没能抵得住 老羞承怒的她准备灭口 但是没能得逞 未来后的小青得意的不行 想用和姐姐分享胜利的果实 可是刚刚救火许仙的姐姐 怕引起先攻的怀疑 只能先冷处理小青 而小青觉得姐姐口中十分危险的伐海 也被她诱惑了 所以开始膨胀 并想在许仙身上也试试 她有没有所谓的定力 而看起来忠厚老实的许仙 差点就没能过关 还是因为被突如其来的姐姐打断了 小青故意惹姐姐生气 想看她到底在不在乎自己 而姐姐则知道小青不懂人世间的情理伦常 甚至连人类的情感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姐姐并不怪她 但是姐姐已经怀了许仙的孩子 她想要安定下来了 小青的存在对她安定的生活 无疑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她希望小青离开 看着姐姐流下的泪水 小青并不懂那是一种什么感情 事后伐海终于找上了门 并带走了许仙 姐妹俩联手找上了伐海的金山寺 可是不同情理 面对小青心怀怨恨的伐海 下定决心要破坏这段人妖之间的恋情 双方最终还是斗其伐来 而金山寺中的许仙 因为怕姐妹俩受到伤害 所以愿意皈依佛门 只要伐海可以停手 随着战况越来越激烈 姐姐不小心动了胎气 这让大水失控 冲毁房屋无数 而当伐海要赶尽杀绝的时候 看到姐姐生下孩子 这一刻她才知道 白蛇已经修炼成了人 她再一次做错了 姐姐拜托小青 趁着伐海陷入狂乱的时候 赶紧去救许仙出来 而小青此刻终于知道什么是感情 她问姐姐 你说人间有情 那我们之间的五百年 难道不是情吗 你又当我是什么人呢 而当小青杀进来之后 她看见的 就是一个已经成为了和尚的许仙 她以为许仙背叛了自己和姐姐 因此留下了五百年里的第一滴泪水 而被封住五感的许仙 根本无法出言解释 当她带着许仙出来的时候 姐姐已经被冲塌的雷锋塔撞死 而伐海只来得急救下他们的孩子 悲痛万分的小青在水面上 一遍一遍地呼喊姐姐回来 可是曾经的五百年 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为了让姐姐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 因此 她一见杀了许仙 影片的最后 小青说 她因人间来 又被人间污 连人都不懂情没何物 为何要让她懂 当我们明白了所谓的情后 她会再回来的 我是晴岚 真心求一部关注转发 我们下次见 拜 拜拜